福宝一直都是乖乖女的形象,偶尔调皮一下,也从来没有毁坏过任何她院子里的设施,徐乃爸也曾经用淑女来形容她,对比我们小奇迹的活力四射,致力于拆架的鬼灵金冠,我们福宝真的可以称之为淑女,如今我们的淑女在玩耍她的漏斗风容球的时候,一不小心就把小球给拉扯下来了,这也不能挂我们福宝,一定是挂风容的麻绳经过日晒雨林严重氧化了, 不然我们柔弱不能自理的福宝淑女,怎么可能扯得动,这可把我们福宝开心坏了,抱着就开始研究,翻来覆去,用牙齿啃咬,尝尝味道,不符合口味就只把她当个玩具吧,结果,还真让福宝探究出新玩法,她发现小球球和她爱的泳池,还是可以融为一体的,她不断翻滚着小球球,观察小球球在水中会发出什么样的化学反应,以后请教我学究服,研究累了就来洗个澡吧, 虽然看的是福宝的背影,也能感受到她的快乐,这不,舒服得只想躺下,此时福宝请各位银银们,忽略我们宝宝脖子上的三层富贵者,更不要宣扬出去,我们淑女都是要面子的, 对于我们淑女来说,也想对福宝说,都回家这么多天了,都混熟了,只要你高兴,想拆就拆吧,奶爸应该不会建议你给她找点麻烦,就像小奇迹的王奶爸一样,乐呵呵收拾残局,你开心她也会开心的 娃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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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